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歌手不容易当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网继网络这么的发达 有这么多的程序 抖音 唱歌的那种 有多少多少人不需要通过以往的娱乐界的过程 直接就红 来到现在这个时代要做一个歌手 真的不简单 然后这个人虽然还看起来还很年轻 不过老实说也不小 喂喂喂 等一下我不用走出去 没有啦 就是说已经来到 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歌手 在他以往的那种环境里面 就是夜生活喝酒那种 爬梯的那种环境 这种这一种人 我们做直销的就是懂 如果你要去找这种人 都非常非常负面在直销的 他就是其中一个 非常负面 也因为产品 父亲吃了 改善了生活品质 那么 觉得 好像不一样 跟以往的不一样 那么也去听了几场领袖 就培训会过后 决定要做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我家 他的领导人带他去我的家 然后第一次我看到他有点那种嚣张的样子 感觉上真的 我记得是几时了 我们写作为那一天 就是我刚刚写完作为 我们这首歌 然后那天我们就聊天聊天聊天 然后我们就说 要跳我的家里的游泳池 要跳水 我们每次半夜三更跳水的 那么他一个女生 又不怎么会游泳的 这种胆量 男的有些都 哎呀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 他就啪啪就跳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女的真的 有一定的胆量 那么后来接触了他一段时间过后 过了一阵子他飞马了 一阵子 他飞马了 过后就跟我们比较靠近了 跟公司也比较靠近了 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 当他在冲飞马山 我知道我听说 听我们同事 听我们的组织领导人讲 这个人要冲飞马山 我记得当时他要在10月 11月12月 这三个月冲 他的飞马山的这个阶级 就是那个时候要有 同一个时间 应该是要有两个飞马一起上来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非常非常庞大的业绩 在于一个没有直销背景的一个人 那么 我知道这个的态度真的是与众不同 这个人给自己的标准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我打给他 我说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计划 不要10月11月12月 你可以9月10月11月吗 听起来很简单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在9月份的时候打给他 叫他当月就快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12月有东西 如果他做到 当然我绝对不只是跟一个人讲 我跟很多人讲 同样的话 我知道12月有东西 你可不可以19月10月11月 坐到飞马 零对三 因为我知道12月那时候 我们是要四人飞机去杭州 当时是很大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人 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 我说 很重要 你看他沉默一段时间 在电话里 这么儿戏 冲飞马上我打电话 他一句话 好 结果11月真的达到他的飞马上 成为Reway15强 用最短的时间成为Reway15强 结果 我发现到他好像一只老虎 突然间尝到肉 这一个老虎从来没有吃过肉的老虎 突然间尝到肉和血 血淋淋的肉 那个潜能 从那天开始就真的不一样 而他只用了短短 从加入Reway那一天 28个月 成为Reway的第一位女生 成为飞马领队6 在全Reway 如果以飞马阶级来排的话 他排名第四 才短短的28个月 到底他有什么成功秘诀 要跟大家分享 他是谁 谁是他 请看 抛开过去 前进是唯一的方法 从一名专业歌手 大幅度转变成为经营Reway事业的女超人 她不蹉跎 不虚度 只要下定决心 她就势在必行 加入Reway是在2016年的四月份 三个月后就做了孔雀领队 五个月后就做了飞马领队 然后再过六个月成为飞马一 再过五个月成为飞马三 然后再过五个月成为飞马四 再过两个月成为飞马五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在Reway算是一个奇迹 短短的两年的时间达到这样的成就 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的话 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 对的事情每天做 成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她仅仅用了28个月的时间 登上了Team Elite Pegasus 6的宝座 横冲超越千军万马 站在Reway女领导的最前锋 她坚信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简单 她就是Team Elite Pegasus 6 Celeste Zhang 好 谢谢大家 请就坐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跟大家聊聊天 我非常的激动 昨天我来这边看会场的时候 我听说是一个四面的舞台 不过无论我想象中它是怎么样的 我站到上面来的时候 我跟Claudia讲了一句话 我要回去闭关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歌手 曾经我唱歌的生涯大概有将近20年 我把我所有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那个歌手的舞台 以前在看演唱会的时候 每次看到是那种大型的巨星 他们才会拥有一个四面的舞台 我在那个行业奉献了将近20年的青春 我也没有得上过这样的一个舞台 不过在绿威 我加入短短的30个月的时间 今天老板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短暂的拥有一下这样的一个四面舞台 我觉得我要感恩我们的老板林文峰先生 感恩我们的绿威公司核心管理团队 感谢所有台湾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叫Select Sean 绿威的飞马领队6 请指教 今天我的任务是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过程 我的故事 其实我没有机会 好像没有机会在台湾谈过任何的一场培训会 所以我今天也很开心 可以来到这个市场跟大家聊聊天 讲到加入Live 刚老板已经讲了 我是一个如此负面的人 其实讲到加入Live 我不如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加入Live之前 我的家庭的背景 还有我的整个人的状态 大家知道 歌手 在新加坡当时演艺界 我算是一个天后级的人物 虽然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明星式的 至少唱片也出过 都在新加坡本地都有一些小名气 你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人 专业非常好 然后呢 文化也还可以 就是一个 搞艺术 搞文艺的人嘛 他有他独特的那种 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 自傲 然后呢 自以为自己也是一个挺有 见解也有主见的人 我有一个被直销伤害过的老公 我有一个患了十年绝症的爸爸 我有一个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的妈妈 这个时候 我的妈妈跟我说 新加坡有一个产品 它可以救你爸爸 可以帮到你爸爸的身体 当我知道 这个价钱的时候 当我知道 它是直销存在的时候 你站在我的立场 想一想 我会怎么反应 我非常严厉地 拒绝了我妈妈的提议 非常决绝地 阻止她再去接触 介绍Pertier给她的这个人 我说了非常决绝的话 我说妈 你女儿卖唱赚钱不容易 你不要踩我的底线 够了 我觉得我妈已经疯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十年来 她买过多少的 所谓的保健品给我爸吃 我爸还是那样 该吸氧还是吸氧 该喷药还是喷药 该发生的事情 还是依然没有变化 她逼得越来越糟糕 我说我爸是没救了 所以 但是我经常讲这一句话 老天没有放弃我 老天没有放弃我爸爸 老天没有放弃我整个家庭 在我严重的阻止下 我爸还是吃到了这个产品 因为那个人送了一瓶给他 虽然我不买 所以我经常讲 是绿威选择了我 不是我选择了绿威 那么 我爸爸在吃了这个产品 以后 他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质量的提升 是这样讲吗 是这样讲吗 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个改善不是一丢丢 这个改善 完全颠覆了 我对 Porture 的保健品的 营养辅助品的一贯的那种看法 我不能够视而不见这个结果 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 虽然她很贵 我很果断地就买了 而且我不是买一点点 那么 我买了以后 我并没有说 当时并没有说 哇 我要做绿威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 什么最为大人 没有 产品效果非常认可 可是我并不认识绿威 我也不想认识绿威 我也觉得没必要 我爸吃了有效果以后呢 我就 也很积极地 去跟我一些朋友 去分享 这个产品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非常认可这个产品 我想要去分享它出去 我想赚一些零花钱 我想把 买产品给我爸爸那个钱 赚回来这样而已 我并没有想过 以后我爸爸要吃多久啊 以后要怎么样 能不能功得起 这些我都没想 我觉得我爸吃得很好 现在我要介绍我一些朋友 赚一些零花钱 就是这样而已 这几天 我一直翻回 我第一天 跟我的那个介绍人 也就是我的领路人 当时送一瓶给我妈妈的那位刘姐 今天她已经是绿威的飞马领队二 我一直我翻回我跟她第一天加微信的聊天记录 每一条信息这样看 每一个语音这样听 我一直一路听一路笑 我才发现 在2016年3月4月那个时候 我刚刚认识她 我爸吃得很有效果的时候 我跟她的聊天记录 我才发现 那个时候 刘姐非常用力地在想要拉我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 产品会啊 领袖培训会啊 什么 甚至有一次 刘姐发信息给我说 今天我们的老板还有副总裁 特别来到我们Reway37 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个分享 你一定要来参加哦 而我给她的回复是 我昨天工作很晚 很累 我就不去了 反正以后大把机会 发了个笑脸 我现在能感受到刘姐当然都痛哭 你知道吗 就好像现在 我经常叫一些会员去参加会议 他们给我这种反应的时候 你看 做什么都是要还的 有没有 我就是那种完全不靠近公司 也不拒绝产品 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只是利用我一些业余的时间 工作之余 我有些下午有些时间 我就会跟一些朋友 约出来讲讲这个产品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完全不靠近公司 因为我的工作 每天晚上也工作到很晚 早上中午 这不可能起床的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 完全不靠近Reway 那么我的改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刚刚其实老板有提到一点点 我自己记得非常的清楚 2016年5月7号 在新加坡有一场季度领袖培训会 万人领袖培训会 那一场刘姐为了要我去 我今月翻回来我才看到啊 我是已经忘记了 她当时骗我说一张票50块新币 她说她买了10张 她说请我去 所以反正当时我就去了 早上9点钟坐在那样一个环境 这样这样一个环境 早上9点 我这种人晚上5、4、5点才睡觉的 这不简单啊 不容易啊 我去了 我去到了会场 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觉得说 哇哦 这么多人 讲真的 你在市场上会碰到一些困难对吗 你去到那个会场 你会觉得 哇比你产100倍的人很多耶 你要找比你产的人有很多 比你产100倍的人 那么 那个比你产100倍的人 比你还要成功 也很多耶 人就觉得自己受到那些阻碍 好像没什么 那么我当时听着 所有的大飞马的那些分享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说 哇这个行业 在台上的那些大飞马们 看起来 好像那个天生条件 比如说表达能力啊 没有我厉害嘛 可是人家在上面 很成功 我坐在最后一排 不过 仍然 不能够影响我 想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来 好好做预备 我只是觉得 哇这些故事好感人 哇好厉害啊 他们 哇他们怎么做到 只是这样而已 好 就是在那一天 我第一次 遇到了我们的总裁 林文峰先生 他作为一个 结束 上来做closing的 这样一个 一个发言者 最后一个上台 他一上来 他那股强大的气场 直接震到最后一排 我坐在后面 我当时其实已经听了很累了 但是老板一出来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 是谁啊 他讲的每一句话 都进我心里面 没有一个多余的标点符号 要我认可 是不简单的 虽然我没什么很厉害 但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那种 会去评价人家 评头论足那种 我说这个人是谁 我就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 就觉得说 这个人讲的东西我太喜欢了 老板不是那种 所以经常我在一些市场 我在卖老板的时候 我在推崇老板的时候 我就会讲说 他不是那种 什么成功学 不是那种打击学啊 那种行而上学的东西 那种市场上那种 那种所谓的讲师 他不是 他娓娓道来 没有一句多余的标点符号 我就震撼到了 从那一秒开始 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在River 来做一点什么事情 当时我就跟我那个推荐人说 刘姐 这个月我想做到三星 我就标出一个这样的想法来 刘姐 当时已经是5月7号了 刘姐心想 我没有去跟别人怎么样 也没有成绩 也没开始 什么鬼都不会 刘姐说 三星就没有啦 三星手机我可以送你一个 三星手机 我当时是觉得 我有点想 来做一下River 想要跟从 就从那一天开始 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 2016年5月7号 从那一天开始 开始了我的River之路 那么往后的River之路 在这条路上 无论多少狂风巨浪 无论多少风风雨雨 无论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 无边大海 老板 他永远像一个 温暖的灯塔 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一路来都是因为他 带领着我的方向 所以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 谢谢老板 我的灯塔 所以 从2016年的5月7号那一天开始 真真真正正开始了 我这River的设立目标之路 这一条路 到今天为止 我走了30个月 我不知道 就是这30个月里面 我不断地给自己 自己设立新的目标 没有一秒停过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 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 你们知道吗 在River 在帮你设计目标这一块 是非常有系统的 就好像每三个月 你要达成一个直级 比如说你要达到孔雀 凤凰 麒麟 飞马 都是三个月为一个业绩考核 那么这三个月呢 你要完成一些目标 很多朋友 很多会员 很多伙伴 他们在设立一个目标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成为孔雀 三个月 我要成为飞马 好 三个月 那么在这三个月里面 是相当地 有挑战的 它不是说 随随便便你就能做得到的 你需要改变很多 你自身的污点缺点 然后你去完成一些目标 你才能够完成这个目标的 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呢 会把这三个月 看成魔鬼的三个月 甚至有些人 会把这三个月 看成一个炼狱般煎熬的三个月 一旦坚持过去 一旦挺过去 你就做到了 你就成功了 因为我们在冲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想着 三个月过以后 我们达到以后的那种 开心 对不对啊 哇 当你做到 三个月过后你做到 你会不会 哇 我终于做到了 我真的很开心 接下来我要去马尔代夫 至少去玩一个礼拜 好 接下来不要吵我啊 我一个礼拜我要干嘛干嘛 享受一下那个感觉 我又可以回到 我重新人生正常的节奏了 不用像以前 哇 头发都想白去 那种 那种 感觉那三个月 是很痛苦的 炼狱般的煎熬的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状态吗 从踏入日月 然后看到那一场培训会 从那一天开始 三十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 每三个月是一个 所谓的炼狱般的煎熬 那么在这三十个月里 我每一天 每一秒都在这个炼狱里面 无限的轮回 到现在还是这样 就是没有停过 不过 正是因为 这样无限的轮回 才会百炼成钢 对吗 才会烈火永生 对吗 不然拿来这样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炼狱 它不是 一个不能被征服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 它是你通往成功的 一条必经之路 因为 没有一个成功 它是容易的 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 你想要成为精英 你想要成为 那个行业的佼佼者 你想要在那个行业成功 它不可能容易的 如果它容易 它就不是成功 它是垂手可得的东西 它不是成功 所以 它是一条必经之路 那如果你来律威 难道 你不想组织庞大吗 难道你不想 有所收入吗 难道你不希望 有平衡的业绩发展吗 这些都是必须要的 不然你来律威做什么 所以 它是必要的 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快 我很快 其实在律威可能已经很出名了 我以快著称 但是我觉得快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传奇 我是一个神奇人物 我不觉得 我只是把别人打算 N年才实现的一个梦想 我把它浓缩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 把它完成 目标一旦设立 绝不放弃 不惜一切代价 绝不放弃 一旦达到 马上设立下一个目标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甚至是 你知道我们的飞马 都会有一个勋章 每一个直级 他们有一个勋章 这个勋章 我在没有达到那个直级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想 如果我戴上那一个 哇 以前是孔雀的时候 我说如果我戴上那个飞马的勋章 会是怎样的 会是怎样的漂亮 会每天都在想那个勋章 当我从老板的手上 接过那个勋章以后 我还没戴起来 我已经开始嫌弃他了 我马上在想 哇 如果那个飞马的勋章 上面多一个E 哇 那个E会是怎样 那个马腿会不会露出来 那种 我会想这些东西 好 当我从老板手上 接过那个E的时候 我马上就嫌弃他了 我想另外一个 所以你看 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们不是有一些领导人的那些 你一出来 他会有一个照片嘛 来讲你是飞马 什么什么什么 我的速度快到 我一些团队 刚刚做好这样照片 来不及 放两天 一下又换了 甚至 我很久没有回到 新加坡的组织的时候 会有一些会员 跟我握手 跟我打招呼 你好你好 Celeste 哇恭喜你啊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飞马挤啊 不知道我是挤着已经 所以我觉得 快 只是我把一个短期内浓缩了一个 把它浓缩起来 然后把它达到 然后设立另外一个目标 领导人必须要有大目标 这是真的 你不能满足于你自己的一个现状 一个收入 如果你满足 下面人就完蛋了 那么 在我的过程中 我觉得态度 态度是关键 然后 执行能力 然后 下一步就是 自我能力的提升 它是一个连环的一个扣 就比如你要有一个对的态度 当你有了一个对的态度以后呢 你要去有一个很 持续的执行的能力 当你对的态度 加上持续的执行能力 你会得到一个能力的 一个快速的提升 它是一个循环 而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要牢牢地掌握 每一个环节 就是不能掉链子 而当这个循环 在你的团队里面 产生发生的时候 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成长的时候 很快地 你就会收到了 那个结果跟成果 就是你的团队的倍增 好 在我2016年的12月份 成为飞马领队的时候 当时我加入了 预约八个月 我成为了飞马领队 有一些关心我的人 他们会 善意地来关心我一下 他们会问我说 他们会觉得说 一个曾经这么高傲 自大的一个人 看起来还是 我现在看起来还是 其实很多会员 想跟我拍照 在那边站很久 你知道吗 就怕 会觉得说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 给人家感觉 就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 而且一个高傲自大的人 他能不能胜任一个 飞马领队 这样的一个直击 甚至 我还从别的一些渠道 听到某一些声音 那些声音呢 在质疑 觉得 我应该 只是一个花瓶 这是2016年12月份的时期 今天 这些声音 应该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今天 我所听到的声音 排山倒海的 都是赞美 钦佩 这些不谈 那么还有一些声音 是我比较靠近的一些朋友 他们会说 哇你辛苦了 你真的很辛苦 哇你很辛苦 辛苦了 大部分都是 大概是这样子 谈到辛苦 讲真的 在我眼里面 辛苦 我觉得 永远站在台下 为别人鼓掌 那更辛苦 做不到 更辛苦 每天 挤巴士 挤公交 挤地铁 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难道不辛苦吗 去打工 每天要看 公司老板的脸色 有能力使不出 办公室 政治 然后 你的付出 跟你的收入 完全不成正比 看不见天日 不知道几时 几时能够 按照你的能力 被升职 难道不辛苦吗 自己出去做生意 做老板 员工的问题 无论赚不赚钱 你都要发工资 房租 水电 囤货 因为市场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不好 而让你没有生意做 难道不辛苦吗 亏不亏 赚不赚 反正你都要 自己一个人扛 这些难道不辛苦吗 因为自己的无能 令到自己的父母 老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无能 没有办法 很好的尽孝 没有办法给父母 一个很好的晚年生活 然后 父母可能生了什么病 都不敢跟你讲 不敢住医院 因为他怕花钱 自己忍着 受着 难道不辛苦吗 因为自己的无能 自己的孩子 没有办法去读很好的学校 没有办法受到最好的教育 没有办法在一个最好的环境 让他一个最好的成长环境 因为你的无能 这一切都在发生 难道不辛苦吗 那么 既然 成功也辛苦 失败也辛苦 我为什么 不选择一条 通往成功的路的那种辛苦呢 所以对我来讲 辛苦不重要 重点是结果是什么 没结果 更辛苦 既然有结果辛苦 没结果也辛苦 我宁愿选择有结果的辛苦 同意吗 所以 在我成为飞马以后 我的第一个飞马领队的出现 是在我的飞马第三个月的时候 也就是2016年12月份 他出现了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一句话 概括他 之前的他 他是一个相当难带的人 各位 有带过人的领导人们 就你组织里面 应该会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很难带 很难 他不跟你 然后各种 他相当难带 不过他跟我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加入瑞威 就冲孔雀直击 可能因为他之前的人生 做对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的孔雀直击 很容易就拿到了 人际关系比较好 可是 他即便做到了孔雀 他还没有 他还不会做直销 那么 他还不是很瑞威 我记得他刚刚拿孔雀直击的时候是 马来西亚的总部 新的总部开张的那一天 他也来参加了 当天 人山人海 天气比较炎热 大清早 都要去那边集合 他居然给我碎过头 碎过头不用紧 他自己来了 来了以后 他说 哇好热 挤不进去 出又出不来 我回家了 他居然给我提前离席 就是你控制不到他就对了 那么在跟他配合的过程中 很多问题发生 然后他是那种 会脱续表演的那种 那种个性来的 不过今天的他 他是我其中一个 大团队的领袖 今天的他是飞马领队一 准飞马二 然后 下面有相当数量的 精英领队们 不少人 有时候我的数不过来 到底有多少个 然后 他现在 是我团队里面 最配合的一个 其中一个领导人 当我成为了 飞马一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突然间有一天 老板一个电话来 刚才他有讲 他刚才有讲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 收来的风 你知道吗 他问我 你团队里面 有没有人要打飞马 我说有 你有没有机会 从一跳三 我就惊到了 你知道吗 他怎么知道的 有一点暗自窃喜 因为我比较 因为我本来就在计划 这件事情 我讲 有 不过他下一个问题 真的吓死我了 可不可以 今天就开始打 我就 我就 我整个人就晕掉了 今天 现在 9月8号 你们知道打飞马 26个月以新 9月8号 我说老板 不可能 很难 这个没有准备好 我们准备下个月 讲一大堆 老板一句话停我 我已经给你 很明显的暗示了 就这样 一句话结束 我们的对话了 好 那么 我要做的就是说 去解决它 哇 你知道多难吗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从那天开始 我跟我的这两位 准备要打飞马的领导人 每天晚上谈到四五点 每天 因为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不可能马上开始的 不过真的就是 必须马上开始 用很多方法去跟他们谈 无论如何 我们快进了 做到了 一跳三 那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老板在计划这个 十五强的这个概念 那么 不管顺利还是艰难 我成为了十五强 其中一个 飞马领队三 当时坐着老板的 安排的私人飞机 去到杭州 哇 这股力量有多强呢 我的第四位飞马领队 这个人 他其实 是我第一个推荐的人 就是我加入六位以后 我第一个想起打电话 给的那个人 通常 你们第一个介绍的那个人 肯定是你最看得起的那个人 肯定 是你觉得他比你还厉害 甚至你觉得他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而且你跟他很有关系 所以你会先介绍他 所以他是我第一个介绍的人 那么他也非常的支持我 他买了 吃得也非常好 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他也是一个销售很厉害的人 不过很可惜 他买了 他也介绍一些朋友 整个过程中一年多来 他有介绍一些朋友吃 但是他从来都不做六位 就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他来做六位 他是买了他也吃 他也介绍一些朋友 他也有些收入在六位 不过他从来没有把六位 当成一个事业去做 他还在忙他的生意 我成为飞马 不能影响他 我成为飞马一 也不能影响他 直到我从一跳三的时候 当我成为了六位十五强的时候 有一天 我收到他一个电话 一个信息 他发信息给我 跟我说 我准备 结束掉三分之二点五的 生意 好好来跟你做六位 当时我 不应该有掌声吗 这个决定 你做做 你试试看 这是很大的一个决定 当时我打去跟他讲 好 这样不如你先打一个孔雀来试试水 感受一下 他说 好 如果我拿不下这个孔雀的话 我把一瓶 那个什么 茅台 干掉 是他自己讲的 因为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 这辈子的滴酒不沾的人 我说好 从那天开始 他打孔雀 在他孔雀的第三个月 他做到了凤凰的业绩 直接连着打凤凰 在他凤凰的第二个月 他的业绩 接近了飞马的单院业绩 凤凰的第三个月 做到了 然后 应该只停了一个月还是 一个月 接着打飞马 可以说他是连着打的 我跟你讲 那个痛苦 不过正是因为我讲 百炼成钢 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子连着打 他的组织瞬间大起来 他成为了我的飞马仕 好 当我的飞马仕做到以后 我打开我的组织蓝图 我在那边看 我看到一个人 我跟你讲 这个人 他生长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 文化不高 表达能力很差 就比如今天我跟你讲一句话 跟你讲一个问题 我跟你肯定三句话 你就听明白了 不过我要跟他讲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讲完以后 他好像是听懂了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 他又会发信息 你问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 没有办法沟通的 然后呢 非常老实 非常低调 非常害羞 这样的一个人 他绝对不是飞马得了 不过 为什么我看到他呢 他在一个封闭的地方 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他自己做到三星 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他做到精英三星 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他做到孔雀领队 所以我觉得他是个人才 好 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他 我改我的行程 推后所有的事情 跟我老公 就是我从这个地方 我老公从另外一个地方 两个国家 飞去他那个地方 跟他见面 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见他 那一天 跟他谈了20个小时 你知道他有他厉害的地方 可是他不知道他厉害 他不觉得他厉害 而且他那种 封闭得太久 就是那种 我跟他讲 你可以成为 有没有想过 成为飞马领队的时候 他直接吓死了 高血压都抱起来 你知道吗 完全吓死了 因为他不觉得 他觉得飞马 根本跟他是两个世界的 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 他所有的上级都不是飞马 所以他觉得 他们都还没有 为什么我要 我不能 就是这样 不过从那天开始 飞马领队这四个字 种在他的心里面 开始发芽 在他 成为飞马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困难 不过 在他的第三个月飞马的时候 他单月完成了 超过飞马单月业绩 就是多一半出来 飞马要做26个一行 他做了46个 好 他是我的飞马五 讲到我的飞马六 我觉得这个人 他应该 他在我心目中 早就应该是飞马 他是我团队里面 所有的会员当中 我觉得 他早就应该是飞马 他带着麒麟的牌 可是 他操着飞马的心 他是一个非常强的 领导人 他是我老公 他是我老公小白 刘先生 每个人以为他姓白 各位他不姓白 他姓刘啊 所以 自然而然了 他成为了飞马领队 很多人会想说 到了这边 Celeste应该停一停了嘛 因为老公都出马了嘛 对吧 不过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我没有停 因为 我非要不可 如果你暂时没有做到 肯定是你给自己设了限 绝对不是市场的问题 绝对不是产品 价钱的问题 也不是直销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客户的问题 是你给自己设了限 阻止了你 因为你要做的付出 到了你的限制 到了你的底线 你不想再付出 你收手了 你觉得 哎呀这样下去好累 这样去不值得 这样这样这样 各种原因 都是你给自己设的线 那一条线你踩到了 所以你收 你一收 你就做不到了 因为 问题它永远来的 比你预想的多 无论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你今天做一个三星 你试试看 一样的 它跟飞马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 它的问题永远来的 比你预想的多 而你给自己一设限 你就做不到了 而我在Ruwei的这三十个月里面 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都是Show Hand 各位 你们知道你们在一间什么样的公司吗 Ruwei是一间每时每刻都在全力以赴的公司 Ruwei是一间每时每刻都在Show Hand的公司 Ruwei是一间非要不可的公司 在一间这样的公司 你必须改掉身上所有的污点 去成为那个非要不可的人 态度是关键 执行能力是关键 胆量是关键 如果这一切你都做到了 你都做好了 那么你相信我 Ruwei绝对不会让你一无所有的 因为老天绝对不会辜负一个非要不可的人 因为老天绝对不会辜负一个非要不可的公司 Ruwei是一间宝藏 是一座宝藏 那么你呢 你是只是曾经经过这座宝藏 在上面踩了一下 然后路过 还是 你准备好了十八般武艺 准备绝地三尺大干一番呢 Ruwei就是这座宝藏 那么我希望你从一个好学认真的挖宝人 有一天你能够成长为一名 在这座宝藏里面其中一颗闪耀的举世珍宝 闪耀着最耀眼的光昂 通过照亮其他人的生命 来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成为Ruwei这座宝藏 其中一颗绝世珍宝 好吗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再给 Selene是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我太喜欢她刚才讲的那一句 那完全就是我的想法 她说她在拿飞马领队的那个徽章的那一刻 当我交给她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开始嫌弃她了 她在拿了飞马一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嫌弃那个东西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发现到我们真的是这样 每达到一个目标过后 我不可以在同样的同样的那个目标了 我必须要再往前 做得更大了 我已经开始嫌弃这个东西了 真的的确 的确就是这样 而且她刚才也讲了一句话 她说不是产品的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 什么不是 是你为自己本身设限的问题 你相信你能够去到多大 其实不是其他的问题在阻止你 唯一阻止你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她刚才讲的这句话 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格局 性格上的局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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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